还可以吧 就是跟平时训练可能差不太多 但是还是有一些小遗憾 虽然第二个跳本来是玩三连三的 然后这两天到这来之后 其实这动作练习也挺好的 可能也是第一次比赛或怎么样 自己稍微有一些拘谨 还有一些周数的问题到后半程 还是有一点遗憾 但总体来讲还是可以 整个节目其实那时候编排的时候 老师老师也是让我看很多杨丽萍老师的 像他的莲芝花吧 还有莲芝芹 然后还有孔雀舞 就是像有些种手势 也是有一些那种元素在的 然后我之前也没有小的时候学过芭蕾 然后这方面的基础也不是很好 所以请了几位舞蹈老师帮我扣一下动作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自己习惯性做出来那个动作 但是跟老师要求的还是差一些 所以除了这次到新节目要想动作之外 还是要把动作融合到里面做更细腻 所以稍微有一些难度 接下来的话 其实一是还是稳定一下自己技术动作 因为技术动作要是不是很稳定的话 也不会很自如地去做技术动作以外的表演部分 然后这些先稳定进入动作之后 再多细腻一下节目 还有一些细节 其实就是很小的时候就觉得奥运会是有点遥不可及的 然后现在的话觉得也是机会这么好 继续这么好 然后国家也是全力支持 然后培养我 就是首先我是站到上面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然后其实就是把自己训练的水平发挥出来 我觉得就可以 有的时候就是比较像我跟我室友 然后我们已经一起住了挺长时间的了 然后有时候在屋里边 有时候就跟两个疯子似的 然后那样就是自嗨吧 有的时候 然后像有时候聊天 或者是领导和老师 有时候也会比方周六什么的晚上 会让我们搞一些像party啊 或者是这些东西 也会让我们放松一下心情 其实也有这种想法 然后现在主要其实还是也是挖掘一下 哪个哪种风格比较适合我 然后也做可以做 争取可以做出独一无二的那种感觉 因为有时候我可能表演不是很好的话 有一些风格我可能比不过人家 然后就是做一些自己可能更能把握的风格 所以也有可能这样子 反正现在考虑的是这样子 如果发现更新适合我风格也有可能会换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